哈囉 各位夥伴大家好 那我姓戀 練習的戀 所以如果名字很難記的話 直接叫我戀就可以了 那我的英文名字叫Avelyn 那我今天呢 其實 我一直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所以今天只有15分鐘的時間 那我想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能會想要當總經理秘書 所以我把我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內容 做成三個故事 然後透過這三個故事我想 這是我以前學到的東西 然後跟各位分享 那你們未來可能也可以 apply到你們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既然沒有slide沒關係 我繼續說 那我今天會講到的內容分成四塊 首先我會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接下來用三個小故事 就是to see, to try and to be happy 這三個主題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也謝謝焦點這次邀請我 所以我就把自己做過的事弄成一個時間軸 那其實我們就是steve 不是steve bomber 賈伯斯不是有說過一句話說 我們不能提前看到那些點會帶領你到哪裡去 可是當你回頭一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每一個你做過的點其實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的時間從2008年開始放 那這時候我參加了一個暑期公讀旅遊 那事實上這時候是我大三 我以前念師大圖傳系 這這邊有我的學妹 所以在大三之前其實我也有打過非常多的工 跟去過很多國家 那就是上課的時候打工 然後暑期的時候就可以利用這些錢出國 所以我講這個是要鼓勵在座很多各位 就是其實不一定要靠爸媽 其實很多事情爸媽會反對你 但是有時候你要適度的叛逆 就是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可以用自己最多的努力去做到你想完成的事情 所以08年去了公讀旅遊之後回來 因為我們念傳播的就是要有畢業製作 那當時因為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於是呢我們就畢業製作就寫了這本書 那早我們班最會排版的跟我一起合作 那做完之後就覺得這可以出 只是當時投給很多出版社的時候都還是失敗的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書不錯 但是市場太小不會賣 所以我們就自己用自己的錢 印了500本透過網路賣 就一個禮拜就賣完了 所以之後就順利的出版 那這個故事其實就是有一路的跌倒 後來你自己去相信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進而達成你要做的事情 那同年我也在就是進了微軟的實習 微軟實習是一個很不錯的計畫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10年的時候就是大學畢業 我大學念了五年 因為我想要念國文系 但我媽說會餓死 所以就一邊念傳播一邊還是考了雙主修 所以這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在這個限制體制內 我們怎麼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10年的暑假微軟實習結束 我就去了亞洲五國的小旅行 跟我去環遊美國48週 那這個故事就是我12年寫的出版的書 那在11年的時候回台灣念碩士 暑假我有去蒙古當志工 跟去西伯利亞鐵路 就是到俄羅斯的貝加爾湖去看一看 那在12年的時候就是出版了第二本書 然後進了華碩全球行銷 其實那時候我碩士還沒有畢業 但是就是因為我就是很著急的人 就會先想要做一些事情 暑假的時候我到UCLA去讀書 然後結束之後有一個外交的實習 這個是政府的program 所以我這裡有提到很多像 比如說年輕的同學或是朋友 可以很常去關注那個親父會的網站 因為有很多公費的資訊都在上面 所以像我去過13個國家 就是真的都是靠政府的錢 或是自己打工賺的錢 不一定要爸媽來做支援 或是你家要很有錢 那之後呢我開始工作了 也是希望可以繼續旅遊 就是我想要達到一個work-life balance 所以每一年我希望可以去三個國家玩 那今年1月的時候我拿到畢業證書 7月的時候我才剛從華碩回到微軟 那接下來呢我就會先用故事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大家一定覺得我出了這本書 內容大概是說什麼 那其實這個跟今天的主題非常相關 這是美國嘛 那我們環遊了48週就是沒有Alaska跟Hawaii 其他的本土48週都有走過 在四個半月的時間內 然後總共才花了15萬 那就是用沙發衝浪這個方式 那因為今天沒有太多時間講旅遊的事情 我直接來講跟主題相關的 就是當時為什麼要出走 其實我覺得不管你是18歲還是28歲 或甚至58歲退休的人 你都會在人生某一個路口 開始confuse說我下一個階段 我應該走向哪裡 或是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當時呢 就是在微軟要結束畢業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是要直接工作 還是在國內念研究所 或甚至花大錢出國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問了我微軟的老闆 因為我覺得在微軟工作 都是很厲害的人 然後他們又很樂意去分享 問他說 你覺得怎麼樣才可以有一個成功的人生 他就告訴我說 你應該要去想 10年後 20年後 你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然後你再問你現在做的哪一個決定 最可以帶領你到那樣的生活 那你就去做 那我就回家想了 因為其實我爸媽他們的生活 就是很中國式的 好像很成功 就是掰搜起家 然後用力存錢 養小孩之後 存了很多錢 最好還買了一些房子 所以這樣一養天年這樣子 可是 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但是我所知道的人生 又真的太少了 所以後來我決定 雖然我沒有 當時就決定要出國念碩士 我還是希望可以到國外走一走 然後接觸很多人 然後希望可以 就此走到人生的方向 變彩色的 所以我當時去了美國48個州 我每一週透過沙發衝浪 找到他的當地人 然後這個人他是做各行 各業不同的工作 我都問了他們這四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寫的書 一半是關於我的旅程 那這些書 如果你是想要看說 去紐約哪一個最有名的景點 那你可能有點小失望 因為我去的地方 都是當地人認為 他認為這個地方 最具有代表性的 他讓我去 那另外一半就是寫人 人其實我覺得 常常人家說 就是旅途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這件事情真的是 就是你出去走過之後 真的會非常的 就是感同身受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 就是多看一下這個內容 可能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聊 或是可以翻翻我的書 那這些就是我在美國 就是讀書還有公路旅行的時候 一些過程 然後這個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就是我們在雪地裡開的時候 因為台灣開車 都不會有被雪困住的情形 所以當時真的是這樣子 被雪困住了很多次 就一開始旅行的時候 覺得有點 有點就怎麼樣 自責 因為好像我看到Facebook的我朋友 不是在讀書就是在工作 只有我一個人在玩 可是經過一個月之後 我覺得我玩的還蠻理直氣壯的 因為其實在外面有更多更多 你人生中類似的困擾會遇到 然後你必須立刻就解決 好 然後有很多吃的 對 所以我現在會變成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比較少有的 可以跟一些野生動物接觸 還有一些風景 好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想要講的 就是在這些旅途中 我覺得就是要去看 然後過分自己 十年二十年後 你想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那但是其實你根本就不會知道 有什麼生活可以選 那你要怎麼知道呢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探索世界 或甚至是你只是留在台灣 就是盡量不同去接觸 各種你未知的領域 然後進而去看一看說 這個是不是我想要的 然後這是我在美國公路旅行 看到一個椅子上寫的一句話 我覺得寫得非常好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說 並不是每一個在路上閒逛的人 都是迷路中 所以我覺得 只要你心裡有一個定見 你就會去找到 你最後想要找的東西 那其次就是要講到工作的部分 我剛有講到實習計畫嘛 那這個微軟實習計畫是不分科系 然後一整年有薪水的實習 那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職缺 我當時考進去的時候是 Marketing Assistant 是做Office的行銷 那因為就會覺得 大學的時候一定很充 而且我覺得你們一定要把握 這個很充的時間 因為一天睡三夜小時都不會累的 那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要多做一點事 所以九點半到五點半 我是做Office的事情 那結束之後 我就跟其他實習生的夥伴 在工作結束之後就是沒有薪水的囉 我們在沒有薪水的情況下 每天就是你會看到的 這樣子做開會 然後去想說 之後在Street Day要怎麼去demo 就是介紹給大家看 然後甚至還有跟總經理 一起登上一週開 就說那時候是Windows 7嘛 大家都比一個7 就說紙都他索我之類的 就是還蠻開心的 至少也是跟總經理 在同一個版面上 那到後來就是可能一直 去幫這個實習計畫做 尋回台灣的招募活動 那我們做的影片啊 就是這個是我配音的 然後我朋友剪輯的 我的夥伴剪輯的 然後會放在台灣微軟的官網上 然後就會覺得說 一個實習生做的東西 是真的可以被看到 可以被使用 在當時是真的對自己 有一個很大肯定的作用 所以這一切就是 你可能在之前 你不會知道 你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但是你真的下去做了以後 這個環境會影響你 還有你的夥伴會跟你一起 所以我覺得 就是盡量就是要去嘗試 所以在當時我就是 除了自己的Marketing之外 還有創了兩個 就是現在還持續在招募的團隊這樣子 所以結束了之後 然後我去讀研究所 我去美國 然後讀研究所 回來之後啊 就開始要找正式的工作了 然後其實找正式工作的時候 會非常像那個談戀愛 或是相親 就是有一種情況 就是你計算的所有可能 包括錢 包括title 包括你可能覺得 你會從中獲得的升遷機會等等 那當時我分析了很多 我覺得最後選擇了華碩 但是呢 這就跟結婚一樣 有一個很帥的男生 然後他錢又多 工作又好 人又非常nice 可是你不一定就會 就是跟他fall in love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剛進華碩的感覺 就是這個工作 他真的很不錯 而且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還有 還可以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在尾牙的時候 那還有就是一個產品 從治好到他最後行銷全球 你這個包裝啊 網路或是這個小小的wording 或是illustration 都是一個人去own的 那這個是一個聽起來很不錯 但是在你身在裡面的時候 包括可能整個公司的氛圍 或這些 跟我之前在外商的經驗 不是那麼相同 或是我自己沒有那麼的喜歡 但是我當時是一直撐住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好像第一個工作沒有撐滿幾年 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既然都已經做了這個決定 我要好好撐下去 那但是之後呢 就有了現在這個機會 所以我在華碩的時候 最後一場活動是辦Computex 就是國際電腦展 然後那時候也是 哇每天做到三點 就是修改那個slide 然後第二天早上八點 你要跟老闆過 所以其實也是還蠻過癮的一個生活 那把這件事情完美的做完之後呢 我就換回現在的工作 那這是我的beige 以前的實習生都是紅色的 然後現在是橘色的 那這個線 以前是Windows 7 現在換到Windows 8了 就是三年後 我還是回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的工作呢 就是非常的work-life balance 所以我覺得微軟是一個很幸福的企業 那它裡面又因為外傷 所以可能會有非常多機會 你想要做什麼都可以在裡面 那我今天要講的 今天是還有就是 我非常推薦微軟這個實習計劃 它每年差不多四月會開始招生 所以如果說你明年一整年 都還會是有學生的身分 不管是大學或是研究所 就歡迎大家可以來報名 然後在這條路上我學到的東西 就是沒有路會是白走的 你永遠有選擇權 就是我當時 如果我在 我現在回想 就是你現在把這些點往前回想 如果當時我走的是 直接在微軟工作的路 我的薪水可能就會比現在少一萬以上 因為我的後來這些經歷 包括讀書或是去了華碩 就是會把這個薪水往上跌 就是不是說要這麼視力去看 而是說如果這是一個可以量化的東西 我現在往回看會覺得 當時好像沒有直接進微軟 會覺得好像有一點可惜 但是其實現在往回看 這條路並不是白走的路 然後你永遠有選擇權 就是我覺得在做 就是大家都念到大學了 其實對 是這個社會有點對不起我們 相較於爸爸媽媽的年代 好像之前有人把薪資跟房價做一個比較 你可能會覺得很生氣 這個感覺我也是有的 但是因為我們有讀書的關係 讀書不就是為了要讓自己有更多選擇權嗎 就是博士他也可以去賣雞排 但賣雞排的人他不一定能當教授啊 但是你有這個選擇權 你可以選擇一個對自己最好最快樂的 那第二個是早點跌倒 那你就會有大把時間爬起來 就是你如果沒有去try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 candidate 上親的人是不是我會愛的 所以你要趕快去跟他相處 然後知道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從裡面跟外面看的感受真的是不同的 那只有你真正在裡面的時候你才會知道 所以大家都很年輕 早點嘗試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最後就是不是只有對你好的人才是貴人 我覺得我一路走上來都有非常多的貴人相處 但是我現在往回看 其實華碩有一些對我比較嚴厲啊 或者是相處沒有這麼愉快的人 可能他都是造成我就是 當時有想要跳回來微軟很大的一個push力 所以像我現在生活過得很好 然後工作很順利 我會往回想 我會反而感謝這些人 我覺得其實他也是我的貴人 那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一定要快樂 這是我在蒙古當志工的時候 跟那邊小朋友 就是你 我們都想 有時候想的太多 想的太遠了 就是忘記當下的自己要是最快樂 所以一路上我有一句很喜歡的話 然後今天在最後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不是等到成功才是幸福 而是只要幸福就是成功 那這個幸福不是所謂的那種貪圖義勒的幸福 而是在你朝向你夢想的路上 或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的路上 就算困難重重 你父母可能不相信你 怕你跌倒 都會是一個幸福的感受 那你就是某種程度上 在當下做最好的自己 那就是成功 然後謝謝大家 如果之後有要問一些辛辣的問題呢 可以到這個Facebook上 就是有書的Facebook上 然後可以跟我做一些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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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